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育苗九层塔 以及它的种植方法和它的储存方法 九层塔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种既可以做蔬菜又可以做调料的一种植物 九层塔的名称也有很多 除了九层塔以外还有什么罗勒呀,千层塔,禁不换,满园香等等 那我先来说一下九层塔的育苗方法 九层塔的种子非常小,所以在育苗的时候千万不要往上面盖土 只要把种子撒在土的上面,然后喷水就可以了 大约三四天的时间小苗就能长出来 因为九层塔的种子特别小,所以在撒种子的时候没觉得撒很多 可是长出来才发现真的很多 由于这些苗长得都特别健康,没舍得扔 所以把它们全都分苗种在育苗盘里 我是一个育苗碗里种了两棵 因为九层塔在生长的时候,两棵种在一起 在吸收养分方面互相是不会受影响的 我给这些九层塔育苗的时候是在今年的四月中旬 因为九层塔的生长初期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如果天气不够热的话要提早育苗 同时九层塔又是非常喜光照期温暖和洗水的一种植物 所以到了夏天温度上来的九层塔的生长速度就特别快 同时它对蓄水量也加大 在不积水的情况下始终要保持土壤是超湿的 在施肥方面我是每个星期都会试一次鱼肥 鱼肥里边的含量是511,主要以氮肥为主 其实九层塔一点都不难种 只要光照足,肥水足和温度高 九层塔就能长得特别好 因为之前育苗的时候苗长得都特别好 没舍得扔 所以把它们全都种下了,不小心一下种多了 现在太多了吃不完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九层塔什么都好 就是它的耐储存时间太短 基本上在三四天就会变色 如果让它一直长下去就会变老 那吃起来口感也不好 如果大家要是和我一样不小心种多了 又吃不完,那如何去储存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先把这个九层塔给它剪下来 九层塔是不怕剪的 剪了以后它还会继续生长 把九层塔全都剪下来 放在一个容器里 我是放在一个箔器里 然后把它简单的冲洗一下 因为自己种的九层塔不脏 上面只是有一层浮灰 所以简单的用这个水给它冲洗一下就可以 虽然剪下了很多 但另外一边还有这么多 所以我要把它储存起来 因为冬天卖的九层塔特别贵 先把九层塔简单的冲洗一下 然后把多余的水分给它甩干 之后把它放在太阳下自然晒干 如果阳光不足 就把它放在烘干机里烘干 如果九层塔太老 就把叶子留下来 把梗直接去掉 本来我是打算把它放在阳光下自然晒干 但没想到刚弄好就下雨了 所以只能放在烘干机里烘干了 烘干九层塔或者是烘干各种蔬菜 一定要用最小的温度来烘 我是用烘蔬菜这一档烘了24小时 其实如果外面天气好的话 最好还是放在外面晾晒 因为这样第一可以节省能源 第二还可以保持这个九层塔的存天然性 烘干后九层塔的味道 虽然没有新鲜九层塔的味道那么浓郁 但实际上它的味道还是很强的 然后把晾干的九层塔用手捏碎 或者是用机器打碎都可以 之后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瓶里保存 冬天想吃的时候拿出来放一些 无论是做汤还是做米粉 它的味道不比新鲜九层塔的味道逊色 最重要的是吃起来方便 不会因为一点点九层塔还要出去购买 再加上冬天的九层塔也真的很贵 所以这样也会给我们节省很多的开支 如果大家认同的话 那就动起手来做吧 那好了今天和大家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按订阅花果庄园 我们下期再见 请按订阅花果庄园